斯女士租住在杭州刘和路附近的UN公社公寓楼 门口摆着她的鞋架以及邻居的两个小柜子 斯女士说这是记者采访前物业刚刚搬回来的 那么我邻居的东西也是一起被搬走的 她去找物业要了然后报警了 我估计他们是心虚所以给送回来了 斯女士回忆14号下午6点左右回到家 发现放在门口的架子没了 她跑到物业办公室准备问问情况 却发现架子就摆在大厅里 斯女士说当时那位工作人员让她自己把东西搬走 她觉得必须得有个说法就没有搬 后来她去看监控发现了一个细节 一位女士蹲在物业办公室的地上 拿着抹布擦拭邻居的两个小柜子 斯女士说对于这件事物业那边一直没有给她明确的说法 联系上物业的刘经理 她承认东西是物业工作人员搬的 前段时间消防检查 要求楼道内不得摆放物品 前两天的话是在您家这边也敲了门 家里没人 所以暂时就把您的东西就是搬到物业这边来了 为什么只清理我和领居的门口的东西 没有他们因为承诺过 之前都打过电话给他们的 然后我们的温馨提示也经常的贴 住客因为叫做比较频繁 有些是有电话的 有些是没有电话 像你们呢 我们是没有电话的 楼道里有不少住户门口都摆着鞋柜 小型储物柜等 对于刘经理说的温馨提示 司女士表示没有看到过 她希望刘经理能再解释一下 物业办公室里的人为什么要擦柜子 记者也留意了一下 柜子被擦得很干净 司女士的架子却没有擦过 灰尘还在 擦干净的是我们物业的人吗 我不太清楚 反正看到一个背影 一位女士在擦的 我的后续的话 我这边公司人员的话 下面客户人员的话 我也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的好吧 我在这栋楼 这个小区住了三年了 我之前住的是七楼 我现在住的是九楼 九楼这个房间 我住了有快一年的时间了 而且我之前就有水费的问题 跟他们沟通过 给我打过电话的物业 我对这个刘经理的说法 不是特别认可的 明明是他们自己做错了 把我的个人物品拿过来 供他们自己私人使用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那我们去换秒 我的刘经理的话 我可以换秒